S街區到這個 喔 因為只要離開別的視窗 它就會變成一閃一閃 小朋友 就跳了跳去 調到4好了 英雷調到4 那其他的就調到最大 窗口模式 確定 4 好好笑喔 這什麼 這什麼情形啊 我得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才行 今天要為大家教學的是如何在直播上遇到一個問題點就是能夠 可以去解決它 例如說 在今天在下玩這個最終幻想 也就是太空戰士4 然後他的直播方面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遊戲擷取的方式擷取它的話 會造成說 遊戲 這個 TN 就是 打開菜單 切換之後 它就會跳跳跳去 然後我就給大家看我的這個 目前的直播 真的好煩耶 玩一個遊戲 我就把聲音切掉 呃 變明之後 把我的聲音 重複下去了 我就 帶給大家看就是 我在下 目前之前是用遊戲擷取 遊戲擷取 這個遊戲 然後接著就是 它 碰到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打開 這個 遊戲人物菜單的時候 再切回來它就會擋掉 呃 結果一直閃速 跳跳跳個不停 之前 切換的時候是沒問題 這種我在哪裡 先找一下 有沒有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哇 太慘了吧 這個就是我剛剛用 剛剛直播 第一次 就是直播的時候 呃 用遊戲擷取 遊戲擷取 好 按暫停 遊戲擷取 然後 我把畫面塑小 如果你在下 買 買這個 最終幻想 也就是太空戰士4的 Steam版本 你要去玩它的時候 記得 就是 這個 當初我是 全螢幕 全螢幕模式喔 然後這個解析度是沒有變 然後全螢幕 就 就變成說 你去玩的時候 遊戲擷取 它是可以擷取到 問題是 切完菜單 菜單的時候 或是你按ESC鍵 它就會 跳掉 那ESC鍵 它就會變成 全擺 然後 現在目前後來是用 視窗 模式 就是給 給這個 給這個 直播主 的建議 就是設定的建議 好 設定建議之後 你 你打開OBS 對不對 我這個不要理他 你打開OBS 記得要 開的是 這個 顯示截取 剛剛在下做直播的時候 就是用 顯示截取去 去直播這個 泰式 好 才順 順利的切換 好 為什麼動畫不動 動畫不動 是因為 我後來想說 改用 改用視窗截取 但是 視窗截取的話 就變這樣子 畫面不能動 動畫也不能看 對 遊戲 遊戲截取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問題是 遊戲截取的話 就是 關鍵就是這個 這個程式 螢幕模式 一定要設定到 視窗 如果你設定全螢幕的話 它就會變成說 變成說 切換菜單 就會變成剛剛那樣 一閃一閃 那直到 直到 直到 直到後來 大家可以看我的後面 後面的直播 直到後來就正常 按ESC鍵 然後它就會變 就沒有變成全白 然後正常 正常畫面就是 就是 大概是從 打 打 那個 霧之村 打那個 霧龍的那個片段 前半段 大家可以去看 看我那個正常的 直播 還有 ESC鍵 按的時候 它就不會全部空白 正常它是會顯示出 就繼續跟你結束遊戲 這樣子 這個快速教學 就希望 幫得住 這個做直播主 那如果說 單純我們玩這個遊戲的話 你就不用設定這個螢幕 螢幕模式 全螢幕模式 因為 關鍵就是 這給直播主 來設定來玩 因為OBS 笨笨的 就 只能 就 只能這樣子 對 所以只能說 要 再加油 加油 那 在下 就 給大家 教學結束 因為 我在下 臨時 突然 就是 前半段 C C 一直念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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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到四十幾分鐘還是五十幾分鐘 大概那個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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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階段 就找到一個問題 喔 好 那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那我也很開心就是 找到方法 然後實測 就是繁體中文 的字幕 就是把 網路 好像 這個神人就是 他的 這個不定檔 鋪上去 還有 那個 幀數不定也鋪上去 遊戲就可以增長 好 那希望玩 希望玩這個遊戲 的話 如果大家有買這個遊戲的話 這個人幫助的大家 就是 想要直播 這個遊戲 重點是要 如果是你要直播的話 才要設定 全螢幕模式 就是視窗 視窗 的模式 這樣 如果不是直播的話 你只是單純要玩的話 那就是你要設定全螢幕模式 基本上它是不會 一閃一閃的 因為 因為這個城市 這個遊戲 就是不能受到 其他的 英雄城市 所干擾到的 就跟風雲之天下會一樣 對 好 那我們就 教學到 到這裡 因為教學重點就是 這個設定啊 好 就這個把它關掉了 這個設定 這個 你一開始遊戲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一個設定 跟開始 手把 鍵盤等等 然後 重點就是這個 我今天講的重點就是這個 做 做給直播主用的 好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SAYYOU NARA